11月5日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藩一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证券时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 藩一飞于11月4日下午在工作单位被带走 有消息称当天中午11点左右还在开会 11月3日上午 人民银行外汇局召开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范一飞还参加了 范一飞被带走调查一事 发生的较为突然 有消息称 原本近期她还要出席已经安排好的多项会议 过去一年以来 范一飞被调查的消息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 此前她还曾多曾被叫走配合调查 公开信息显示 范一飞1964年8月出生江苏太行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学专业毕业 博士研究生 高级会计师 范一飞是老建行人 1982年至2010年期间在建行供职28年 记者了解到 范一飞在建行期间 曾深度参与建行股改上市 建行也是第一家成功股改上市的国有大行 范一飞曾是王岐山的老部下 财务大总管 1994年到1997年 王岐山担任建行行长期间 范一飞曾历任建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继财部经理 建行总行资金计划部副主任 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等职务 除了范一飞 王岐山在建行的另一名老部下 田惠宇也落马了 今年10月8号 中国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党委书记 前行长田惠宇被双开 王岐山担任建行行长期间 田惠宇也在建行任职 曾担任王岐山的秘书 此外 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中共中央巡视组前副组长董宏也被查处 今年1月被以受贿20亿判处死缓 目前尚不清楚范一飞所犯何事 但根据中国流亡富商郭文贵此前的视频爆料说 范一飞是江泽民家族和王岐山的马仔 王岐山曾经被称为是习近平的盟友 在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任期 王岐山以反腐打虎的名义 帮助习近平清除大批政敌 但是习近平进入第二个任期的时候 王岐山就被解除了所有要职 而且当局的反腐风暴也向他洗来 之前有消息说习近平的政治清洗当中 王岐山妻子的侄子姚庆一度被抓 他的多名亲信也先后被查 这被认为是习近平对王岐山的一个警告 据中国官媒《法治日报》的数字 今年1月至9月底 一共有52名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官员受到审查 如果自2020年算起 则一共有106位中央一级金融单位的官员受到审查 其中金融监管部门领导人28人 金融机构领导人78人 那边 这边